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氏 想必這陣子啊 各位都在家裡當倉鼠 來消除不能外騎的 憂鬱、鬱悶 但是只是踩踩追劇 可能已經無法滿足各位倉鼠了 那各位在這段時間裡面 有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 單車線上遊戲呢? 今天這集 李氏就要來分享 最多人玩的 Z-WEEF 發音應該有標準吧 那麼李氏本人呢 其實也不是什麼 單車線上遊戲的自身玩家 不過啊 體驗的Z-WEEF 這一個多月下來呢 還是有一點點小問 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麼廢話不多說 來聽李氏嘴廢墟吧 GO 那麼在廢之前啊 可以的話呢 右下角 點開 訂閱一下 也不要忘記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哦 先說明今天的分享內容呢 主要是分享 李氏這一個多月下來的實用心得 不會分享太多 遊戲裡面的設定 以及教學 純粹分享我個人的遊戲體驗 把它整合一下 分享給大家 也希望各位未來呢 在選擇 單車線上遊戲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方向 我分類成以下幾點來做分享 第一點 收費 Z-WEEF呢 它有免費試玩 25公里 基本上25公里呢 大概就是給你試玩一個小時的概念 那麼試玩結束之後呢 要開始收費啦 Z-WEEF的月費呢 是14.99美元 換算成台幣 以下的匯率 27點多來算 一個月大約是430塊台幣 用信用卡 就可以做簡單的支付 不過如果啊 你想要訂購一整年的話 它沒有年費 它就是一個月一個月收 所以你12個月 全包的話呢 其實費用 也是蠻可觀的 再來是操作介面 操作介面來講啊 Z-WEEF的設計啊 其實非常的簡約大方 基本上你一看 就大概就會使用了 而且還可以切換成中文 非常方便 尤其是 沒讀書的 再來是遊戲體驗 Z-WEEF的遊戲畫面呢 是全3D的方式 來呈現 人物的比例呢 跟畫面 我覺得非常的恰當 可能是因為它完全模組是全3D 它在設計上呢 比較沒有那麼突兀 當然裡面也有部分的地圖呢 是參照 現實生活中 的地圖去設計 上下坡的路感 我個人認為非常的順暢 不會遇到陡坡 坡度一瞬間來的太突然 導致 踩它的不適應 下坡也有一點點的推力跟慣性 但是也不至於讓你覺得太輕鬆 當然如果你的訓練台有資源 滑行的功能 其實是可以不用踩的哦 不過我覺得這個阻力啊 跟路感 要看 各位你用哪一牌子的訓練台 李四呢 適用 再來是 娛樂性 它的個人畫部分非常的強 從髮型 膚色 一直到 鬍子 身上的人身布品 安全帽 墨鏡 輪組 車架 我記得卡鞋跟襪子也可以換 裡面也有一些路線呢 是有任務的 騎完之後呢 可以抽輪組 像 騎我們的 Raw2 Sky 就可以抽 我們夢寐以求的Lineway 實現我 現實生活中 無法完成的夢想 哦 那一組真的太貴了 Z-Wave裡面啊 還有課表的功能 也非常的強大哦 你可以自己 選擇你喜歡的課表 甚至是針對性的課表 非常齊全 甚至你請專業的教練 幫你洗課表 再上傳進去 你一樣可以用Z-Wave的課表 來做訓練 那麼簡單的自己開 樂器活動 線上競賽 這個都沒有問題 還有所謂的群聚功能 只要你假如在踩 大家都會盡量的騎在一起 系統會自動平均大家的推力比 所以你在前面踩的再大力 哦 也是要看大家的功率 平均化 讓大家騎在一起 就會有一種 不離不棄的感覺 不會像現實生活中 只有出發拍照 而且遊戲中啊 還有一些衝刺點登山點 經過了之後呢 還有道具可以使用 這點就有點像馬利歐賽車 那這些道具呢 有三樣 有羽毛 降低你的體重 增加推力比 空力帽 降低風阻 增加速度 卡車 就是在集團中 增強集團效應 可以騎的更輕鬆一點 增加一些比賽的變化性 最後一點是社交功能 Z-Wave的社交APP 功能非常的齊全 它就像Strava一樣 可以加好友 看你的朋友呢 騎乘的時間 騎乘的強度 甚至在上面留言 按讚 做一個社交互動 如果你的電腦 跟你的手機 是吃一樣的Wi-Fi的時候 你的Z-Wave APP 會自動化身成為一個 小型的遊戲控制器 可以做拍照 釋放技能 甚至簡單的打招呼啊 讓這個騎乘訓練的過程中 更有趣一些 而且它非常貼心 一樣可以讓各位看到 地圖 還有你的所有騎乘數據 那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收費的部分啊 其實它每個月 每個月算還是有個好處 你隨時都可以喊咖 需求導向 或許各位冬天的時候 會比較想要室內訓練 那就冬天 每個月按時繳費 那到夏天的時候呢 你可能覺得 比較喜歡每天外期 那這時候你就隨時喊咖 都沒有問題 那當然費用的部分 這個貴不貴 便不便宜 取決於這個軟體 給各位的價值 如果你看價格的話 那就看你個人的經濟能力啦 如果你是看價值的話呢 我相信各位如果需要這個APP 需要這個線上遊戲 這個每個月14.99美元 如果可以幫助各位訓練 更快樂的騎乘 我相信這個價值呢 對很多人來講 會超過14.99 去看各位囉 那如果是介面來講 我覺得操作起來非常順手 很像在用蘋果手機的感覺 基本上 我這種文碼 一用馬上上手 嗯 蠻喜歡的 不過可能因為場景 以及人物 都是3D模組 所以還是少了一點 臨場感 就真的像要玩遊戲 而且 它設計的模組 也沒有到非常精細 所以呢也沒有到非常的真實 不過如果要設計到那麼精細 各位的電腦也要跑得動哦 呵呵 我猜可能是因為這個緣故吧 路感的回饋 我個人也是蠻喜歡的 還算蠻順的 整個上下坡 遇到木板 石頭路 整體回饋來講 我個人覺得 至少有個8分吧 那總結一下 娛樂性 以及社交 我覺得ZWIF會比較適合 喜歡跟朋友互動的車友 畢竟玩的人很多 揪團非常容易 一揪也是很大團 不管是簡單的輕鬆約騎 跟高強度的線上競賽 甚至是沒有人約你 你打開ZWIF也是滿滿的約騎 而且個人話非常鮮明 基本上車衣的選擇 以及人物的調整 變化度非常大 也可以努力的騎乘 賺取汗水 升級 去換取尼奧的裝備 完成一些 現實中央中 暫時 無法完成的目標 以及夢想 比如說 SL7 我買不起 但是ZWIF裡面 我就是騎SL7 而且釋放技能這個點 真的會讓比賽中 產生一些些微的變化 更有打線上遊戲的感覺 APP使用起來也非常的順 隨時跟車友做簡單的互動 交流 如果喜歡在家訓練 又想兼顧人際關係的話 我非常推薦ZWIF這個線上遊戲 以上是李四使用ZWIF一個多月以來的 個人小小心得 實際的感受其實還是要各位自己親身經歷 好 以上就是今天李四543的所有內容啦 如果你喜歡李四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喔 那麼我們有緣就 線上見囉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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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快樂 比賽 還說 比賽 Besagan Va a ganar Merlir Detrás Va a hacer Philipsen Ibujani La cuarta Para Valeroso Colbrelli A la Philips